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子娶妻 献新娘爱生叹气又气敲 情夫武庚可作为好 刘天赐娶了一个美若天仙 勤劳善良 孝敬婆婆 贤良淑德的娇妻丽娘 可是她却高兴不起来 因为丽娘经常一个人悄悄地跑去河边的树林里 村里人风言风语地说丽娘不守福道 肯定是去觅会情郎 但她的母亲吴氏劝她要相信丽娘 其实刘天赐并非吴氏亲生 但天赐十分孝顺吴氏 因此没有追问丽娘 原来几十年前 吴氏嫁给了清泉村的刘从晋 二人婚后夫妻恩爱 男更女之 过逐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婚后 吴氏一直没有生下一儿半语 刘从晋并没有因为这个嫌弃吴氏和疏远她 反而时常安慰吴氏说 孩子的是一切虽缘 即便我们没有孩子 我也会和你白头偕老 吴氏虽然甚为感动 但是他看着别人儿孙绕息 他总是默默地祈求上仓能让他有个孩子 那天 吴氏去河边洗衣服 忽然发现河中有个木桶飘到他的身边 他惊讶地发现木桶中躺住一个墙堡中的婴儿 吴氏将婴儿从木桶中抱了出来 婴儿竟然不认生 也没有哭 竟然冲住他 笑了击下 吴氏觉得孩子和他有缘 赶紧将他抱回了家中 吴氏说 想必苍天可怜我们 赐下男婴给我们啊 他们给孩子取名为天赐 天赐十岁的时候 虎头虎脑 活泼可爱 孝顺懂事 小小年纪就会跟祝父亲下和捕鱼 上山砍柴 也帮助吴氏做些家务 可是天赐十五岁的时候 刘从尽病逝 吴氏拿出家中所有积蓄后葬了疼爱他的丈夫 家里失去了顶梁柱 家里的日子愈发艰难 吴氏由于思念王夫 终日以泪洗面 不仅身体大不如浅 而且双眼近乎失明 他看住家图四壁的屋子 成年但是尚未娶妻 整天为他辛苦劳作的天赐 忍不住泪流满面 那晚他含泪对天赐说 儿啊 有件事情娘不想瞒住你了 其实你不是我和你爹亲生的 这些年能有你的陪伴 我们已经知足了 如今家境贫寒 娘双眼模糊 不能帮你攒钱 许妻生子 当年我是在河里捡到你的 你不如顺流上去找你亲生父母吧 天赐听罢 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嚎啕大哭了起来 天赐含泪说道 娘啊 你是骗孩儿的吧 你和爹对孩儿那么好 我怎么会不是你们亲生的呢 你是不是怕拖累我 猜这么说的呀 娘啊 生养之恩大于天 你养我小 我养你老 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呀 就算再苦再累 只要娘你好好的 孩儿打心里高兴啊 吴氏寒泪说道 儿啊 娘说的是真的 不信 我可以拿出当年包裹你的小棉被 还有你穿的衣裳 吴氏说完 真的从房间拿出一个木下 里面有他所说的物件 天赐见母亲所说非须 他哭诉道 娘 就算我不是你和爹亲生的 可是你们把我养大 疼我 爱我 你们的救命之恩 养育之情 孩儿岂能不报 怎能一走了之 如今孩儿已经长大 爹已经不在了 你身体不好 眼睛又看不清 我要是走了 你可怎么活 求娘你成全孩儿的一片孝心 不要赶我走啊 你要赶我走 我就 我就从哪里来 回哪里去 我跳进河里 就当你当年没有把我抱回来 呜呜呜呜 你身体不舒服了 孩儿一定会好好照顾你 想方设法治好你的眼睛 至于孩儿娶妻生子的事情 为时尚早 你就别再为此事操心了 天赐说到做到 他比以前更加辛勤地劳作 更加殷勤地侍奉吴氏 转眼又过了几年 吴氏在天赐的照顾下 虽然身体基本康复 但是双眼没有任何好转 吴氏见儿子已经到了二十岁 开始操心他的婚事 他多次去找了媒婆 却毫无结果 毕竟家里太穷 而且吴氏的身体状况摆在那里 那年清明 河中的鱼儿出在产卵期 他忙完了地里的火 没有下河捕鱼 天赐拿起扁担和砍柴刀上山砍柴 早就习惯了盲眼生活的吴氏 收拾完屋子 做好了饭菜 静静地坐在门口等住儿子回来 可是已经过了午饭时间 吴氏还没有见儿子回来 不禁有些担心了起来 吴氏焦急地等住儿子 不多时 门外传来的他熟悉的脚步声 可是他听见脚步声有些急促 也有些凌乱 吴氏赶紧站起身 扶住门框问道 儿啊 是你回来了吗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 我发现你的脚步声有些不对劲 是不是出什么事情了 别让娘担心啊 天赐赶紧说道 娘 孩儿末世 莫要担心 只是这位姑娘就不好说了 我今天砍柴回来时候 发现一个姑娘掉进了猎人的陷阱 到现在还昏迷不醒 我把她抱到你的床上躺下 你帮我照看住点 我这就去找大夫来看一看 希望能够救醒这位姑娘 吴氏 听爸赶紧让开了路 天赐抱住姑娘进了屋 吴氏也跟了进去留下来照顾姑娘 天赐转身刚要走 忽然姑娘睁开了眼睛说道 大娘 大哥 不用去请大夫了 我受了点轻伤 并无大碍 我之所以晕倒 是因为我有好几天没有吃饭喝水了 你们要是方便的话 扶我出去 让我喝点水 吃口饭 就漠视了 吴氏见姑娘这么说 赶紧让天赐扶住姑娘去了堂屋 吴氏将饭菜送到姑娘的眼前 但是姑娘并没有冻筷子 不过当天赐端过来一大杯水递给姑娘之后 姑娘咕咚咕咚的喝了起来 喝完了后说还要喝 还说最好是清水 要多一点 吴氏说道 这姑娘看来真的是可坏了 儿啊 你赶紧去水缸咬水吧 天赐赶紧去厨房咬了一大瓢水 姑娘又咕咚咕咚的喝完 然后吃了几口饭 原本沙白的脸多了几分红润 姑娘赶紧歇恩道 大娘 大哥 小女子名唤丽娘 因为清明 跟父母回乡祭祖 可是在途中遇到了劫匪 我和爹娘走散 我不敢原路返回 怕再次遇到劫匪 只能往山上跑 可是我跑住跑住 迷了路 还不小心掉进了猎人的陷阱 幸亏被大哥发现 不然我就没命了 由于丽娘还有伤 当晚就留在了家里 吴氏把儿子拉到一旁问道 我听姑娘的声音十分温柔 她尝得可好看 娘 她尝得美若天仙 我都不敢看她呢 天赐挠了挠头说道 吴氏孝主说道 看来我儿子真的长大了 你们也很有缘 要是丽娘能成为我的儿媳就好了 天赐脸一红说道 娘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看丽娘不像是普通的农家女子 更像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 我怎么能配得上她 等她养好了伤 我们还是把她送回去吧 一直操心儿子婚事的吴氏 听吧 虽然有些不舍 但是她觉得儿子说的有道理 次日一早 吴氏便问道 丽娘啊 你的身体恢复的差不多了吧 你和你爹娘走散 他们肯定很担心你 你家住哪里 就让我儿送你回去吧 大娘 丽娘不想走 丽娘忽然低下头说道 吴氏忍不住问道 你这孩子 难不成你不想你的爹娘 不怕他们担心 丽娘忽然双眼含泪地说道 其实我亲娘已经不在了 我是我爹的妾室所生 是家里的庶女 我爹对我尚渴 但是主母对我百般刁难 恨不得要除掉我才高兴 我怀疑这次 她是故意带我回乡祭祖 劫匪也是假的 目的是为了除掉我 否则她怎么不带 她的亲生女儿一起呢 求你们可怜可怜我 别赶我走好吗 更何况我还没有报答 天赐大哥的救命之恩呢 吴氏叹了一口气说道 哎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你们大户人家 妻且成群 关系错综复杂 确实不好相处 这是苦了孩子你呀 既然你不想走 我岂有赶你走的道理 你要是不嫌弃我家里穷 那你就留下来 陪我这个瞎眼的老胎婆吧 天赐激动不已 丽娘留下来之后 洗衣做饭 收拾家务 照顾无事 而且丽娘活泼可爱 性格直爽 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庞扶一家三口 过住简单而幸福的生活 那晚 丽娘做了可口的饭菜 她们有说有笑 享受住晚餐 忽然村里的宋媒婆 笑盈盈地走过来说道 吴大嫂 天赐 恭喜呀 这几年 我一直没有忘掉天赐的婚事 这部 邻村有个姑娘 说天赐不仅相貌英俊 而且勤劳善良 起初她的父母死活不同意 可是现在她们被姑娘说服了 她们答应把女儿嫁给天赐了呀 要是放在以前丽娘 没有来她们家时 母子二人肯定高兴坏了 可是此时的她们 尤其是天赐看了看身边的丽娘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宋媒婆发现丽娘后又说道 咦 这个貌美如花的姑娘是谁 是你们家亲戚吗 不会是天赐相好的吧 那我这一趟不是白跑了 泽泽 这姑娘多水灵啊 多漂亮啊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摩漂亮的姑娘 要是由我来宝媒 一定让她嫁给一个大户人家 无事赶紧起身介绍宋媒婆和丽娘认识 不过无事说丽娘是她的亲戚 宋媒婆说道 这我就放心了 不然我岂不是白跑一趟 先说天赐的事情 等一下我再和你们谈谈丽娘 丽娘忽然站了 起来说道 宋大婶 天赐的婚事你就不必说了 其实我是天赐的未婚妻 只是他们没好意思说出来而已 你不会白跑一趟 我和天赐的婚事就由你来操办 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天赐心里一阵狂喜 他早就喜欢上了勤劳善良 孝顺懂事 活泼可爱的丽娘了 只是他觉得家里穷 怕丽娘跟着他受苦 不敢开口而已 吴氏忍不住 偷笑了起来 因为他心里清楚儿子喜欢丽娘 只是不敢开口而已 他想问丽娘 但是人家毕竟是个姑娘 所以才请宋媒婆来演一场戏 试试两个孩子的态度 几天后天赐迎娶了丽娘 婚后天赐对丽娘百般疼爱 二人夫妻恩爱如交死期 丽娘忙完家里的事情 还会和天赐一起下河 一起上山 还有去地里耕种 简直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恩爱夫妻 丽娘上山是采药 下河是寻找珍珠 只是令人奇怪的是 丽娘采的药材和珍珠 都没有拿去换钱 而是被他收了起来 有天晚上吃过饭后 丽娘拿出一块白布和药罐说道 娘 相公 你们不是好奇我采的药和珍珠 为石膜不拿去换钱吗 其实我是想给你们一个惊喜 几年前因为机缘巧合 我跟人学会了一种治疗眼睛的药方 为了给你们一个惊喜 我悄悄地按照药方制成了药 从今天开始我就要给娘的眼睛敷上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 娘的眼睛应该可以恢复的 无事能有这魔好的儿媳本来就已经很开心了 莫诚想丽娘还惦记住她的眼睛 更是开心的和布龙嘴 天资也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她一直以来的心愿 丽娘每天早晚给无事服药 几天后 无事的眼睛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 虽然没有年轻时 那魔看得清楚 但已经恢复了七八成 无事第一次看清楚丽娘的模样 忍不住拉住她的手一阵夸赞 还叮嘱儿子天赐说 儿啊 你能娶到漂亮的丽娘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啊 娘能看得现也是因为丽娘 不仅如此 她那么勤劳 那么孝顺 你要是对她不好 娘第一个不答应啊 天赐见无事能够看得现了 激动地抱起了丽娘 在屋里转了几个圈圈 她一个劲地谢丽娘 还说会一辈子对丽娘好 然而丽娘嫁给天赐快一年了 始终未能怀孕 无事年迈 想早点抱上孙子 而且她就没有生过孩子 不想儿子和儿媳 也没有自己的孩子 毕竟她们不能像她那样 从河边捡回来天赐 所以无事难免有些着急和怨言 总是有意无意地提醒儿子和儿媳 那天晚饭时 无事忍不住又说了儿子儿媳一顿 语气有点重 丽娘放下碗筷说已经吃饱了 然后低下投进了屋 无事发现自己的不对 赶紧让天赐进去劝一劝丽娘 天赐赶紧进屋问丽娘 是不是生气了 莫诚想丽娘忽然寒味说道 相公 我没有生气 是我的肚子不争气 娘说得对 只不过娘说我 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 她虽然不在了 但是我爹长在 主母虽然是我未眼中钉 但是我爹很疼我 我嫁给你也有一年多了 我想回去看看我爹 另外也想祭拜我的母亲 让他们知道我已经嫁了人 呜呜呜呜 天赐赶紧劝道 娘子 其实我早就想让你带我去 看望你爹和祭拜你娘了 只是这一年当中 我说过好几次 都被你岔开了话题 既然你想回去 明天我陪你 丽娘赶紧说道 相公 我一个人回去就行了 娘年迈 我们两个人都走了 谁来照顾娘 你放心 我三天后就会回来的 天赐不放心 丽娘一个人回去 坚持要陪住她一起回去 可是丽娘说道 相公 这次你就听我的 你若非要陪我一起 我就不回去了 就让我偷偷地掉泪 天赐疼爱丽娘 见丽娘执意如此 只好同意 此日 丽娘带了些盘产和干粮回娘家 天赐送丽娘到了村口 她第一次和娇妻丽娘分开 天赐含泪和丽娘告别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天赐虽然等了短短的两天 就彭扶过去了两年 第三天一大早 天赐就到村口等住丽娘回来 有些村民遇见天赐 都拿她开玩笑 不过有位大神忽然对天赐说 天赐啊 听说你娘子回娘家了 可是我觉得不对劲啊 那天我去河边洗衣服 发现丽娘进了河边的小树林 然后换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就不见了 我还特地去看了看 没发现她的踪影 我还以为我眼睛看花了 就没当回事 我听说你娘子回娘家了 我才特地来告诉你 她不会出事了吧 又或者被家里人扣下来了 天赐确实有些担心 但是很快她发现丽娘背着包袱走了过来 她赶紧冲了上去 恨不得把她搂在怀里 天赐询问丽娘回娘家的情况 丽娘说等回去再说 到家之后 丽娘打开包袱 拿出了一些说是从城里买回来的糕点 还有金银首饰 说是她爹同意了他们的婚事 给她的嫁妆 无事和天赐都喜出望外 丽娘陪助天赐变卖部分的首饰 翻进茅屋 还买了几亩良田和纺杀织布的器具 一家三口过上了相对富足的生活 可是从那以后丽娘总找借口待在家里 但是天赐出门之后 她又找借口往外跑 出门时都拿住一个小包袱 回来后说很累要休息 到了晚上也不肯和天赐同房 然而村里很快传来了风言风语 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 甚至有人说丽娘 看得像是不识人间烟火的仙女 其实是合理的妖精 天赐虽然相信丽娘 但还是决定跟宗丽娘一探究竟 于是天赐谎称出去干活 其实是躲在村口的角落 没过多久 她就发现丽娘提出一个包袱 匆匆忙忙地走出了村口 然后去了河边钻进了小树林 天赐躲在树丛后 清清楚楚地发现丽娘从包袱中拿出一件红色衣裳换上 然后去了河边突然就消失不现了 天赐大吃一惊 莫非丽娘真是合理的妖精 她本想呼喊娘子 但她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她在树丛中等住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 她忽然发现丽娘从何礼貌了出来 换下了红色衣裳 小心翼翼地放进包袱 莫非问题就出在这件衣裳上面 丽娘说是从娘家带回来的 但是她平时从未穿过 莫非穿上 她就可以从容地往返于河里和岸上 万一她下河之后 再也不回来 可怎么办 天赐岂不是要失去这魔好的娘子 所以天赐到了那晚上 悄悄拿出了那件红色衣裳 跑到后院将它给烧了 第二天早上 丽娘发现衣裳不见了 四处寻找 还问吴氏和天赐有没有发现 天赐直接说她把衣裳给烧了 而且追问丽娘 为何那么在乎一件从未穿的衣服 丽娘闪烁其词 最后说道 相公 我说过那件衣裳 是我从娘家带回来的 它是我娘生前穿过的 对我来说很有纪念意义 既然已经烧了 就随她去吧 天赐兼丽娘不肯说实话 只说了一声对不起 并没有继续追问 不过她再次跟踪了丽娘 这次丽娘没有换衣裳 直接下了河 可是天赐忽然发现丽娘在水里挣扎 还喊起了救命 天赐飞快地跑了过去准备救人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中年男子将丽娘从水里抱上了河岸 天赐看住娇妻被一个男子抱上岸 觉得不舒服 他刚想问那个男子是谁 结果男子怒道 你这臭小子 枉我女儿天天说你有多么的疼爱他 为何要跟踪他 还把他的法器 也就是那件衣裳给烧了 幸亏我今天提前来到岸边 等我女儿把他就上岸 要是我女儿有个三长两短 我一定不会饶了你的 天赐知道自己差点酿成大错 敢盲行李道 娘子你默示吧 这位难道是我的岳父大人 可是你们为何在河里呢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你都跟踪我女儿这么多天 又见我们从河里出来 我不妨告诉你 我们是水中的鲤鱼 不是月龙门的那种鲤鱼 而是可以通过修炼幻化人形的鲤鱼 你还是害怕 就回去吧 刚好我把女儿带回去 你们从此以后别再见面了 天赐普通贵道在地哀求道 岳父大人 不要啊 我只是听到了风言风语 才跟踪丽娘的 我从来没想过要离开她或者伤害她 求你不要带她走啊 男子忽然寒猥说道 算你还有良心 你可知道 丽娘为了能够永久和你做夫妻 为你生儿育女 遭了多少罪吗 她可是忍受住剧痛 让我亲手给她拔下身上 暗藏的五六百个鳞片 毁掉了她几百年的修行啊 男子说完 挽起了丽娘的袖子 天赐惊讶地 发现隔壁上多处伤痕 丽娘赶紧说道 爹 你别说了 别吓住我像公了 我这魔做是心甘情愿的 只可惜今天是拔掉最后的鳞片了 我以为没了衣裳 还是可以下河的 毕竟我是鲤鱼 没成想我竟然差点被淹死了 爹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我已经完全成为人了吗 男子寒泪说道 是啊 女儿 其实上一次 我就已经将你身上的鳞片 拔光了 我知道你成为人之后 我们妇女之间 恐怕缘分已尽了 我舍不得你 所以才告诉你今天再来一趟 是为了 献你最后一面 跟你告别 叮嘱你一些事情 没成想你的衣裳 被他给烧了 既然你已经完全成为人了 天赐还是难摩 在乎你 你就跟他走吧 为父去河里了 我不想看住你哭啊 男子说完 跳下了河消失不限 离娘忍不住嚎啕大哭 天赐赶紧安慰道 娘子 你别伤心难过 大不了我以后经常陪你来河边 看望岳父大人就是了 赶紧跟我回家吧 回家的路上 天赐好奇地问道 娘子 既然你是合理修行的礼于 为何愿意嫁给我一个 普通的凡人呢 还不惜毁掉修行 丽娘说道 既然你知道了我的身份 我们一家三口 本是合理修行的礼于 我娘修行失败而去世 我和我爹相依为命 你可知你不仅救了我爹 还两次救了我呀 我只记得把你从陷阱里救回来 怎么还有一次 还救了你爹 我怎么不记得 天赐好奇地问道 丽娘说道 有一次我在河里游异 遇到了黑鱼精 我险些丧命 幸亏我爹及时赶到 他和黑鱼精叔死搏斗 虽然除掉了黑鱼精 但是他也身负重伤 我们双双献出原形 结果被一个渔夫捕到了 我和我爹都以为会必死无疑 只能待在网都默默掉泪 正好你从那个渔夫旁边路过 发现我们双目寒泪 觉得非同寻常 你用你身上给娘买药的钱 买下我们将我们放生了 再一次就是上次我掉下陷阱了 自从我们被你放生之后 我身体恢复之后 得知你下河捕鱼 经常远远地看住你 希望有机会报答你的恩情 结果我一不留神 被一只飞鸟抓住了 它虽然没有法力 但是那飞鸟是我们的天敌 我顿时失去了法力 好在我拼命地挣扎 在山坡上挣脱了 可是还是掉进了陷阱 虽然我有所恢复 但要从山上走下河里 比登天还难 我知道你心地善良 所以我发出呼救声 然后假装晕倒 你再次救了我 后来我们结为夫妻 可是人于殊途 我不能为你生儿育女 所以我才假说回娘家 其实是求我爹帮我想办法 起初我爹死活不同意 我便苦苦哀求 我爹只好答应了 但是条件是我会没了修为 还要忍受剧痛 将我身上暗藏的几百个鳞片给拔掉 本来我想拔完之后再回去 可我怕你等得太久 爹说我失去了部分鳞片 无法在水中存活太久 所以送我那件衣裳 为的是让我能够在河中自由游异 去河里找他拔剩下的鳞片 可是衣裳被你烧了 因为爹说还剩下最后一点鳞片了 我以为我本是鲤鱼 应该可以在水中游异的 所以即便抹了那件衣裳 我还是跳下了河 莫城想差点给淹死了 幸亏我爹早早地等在那里 不过你暗中跟踪了我 也不会见死不救的 对吧 天词听罢 心疼地流下了热泪 他抱住娘子丽娘说道 我烧掉你的衣裳 是怕失去你呀 娘子 你受苦了 我一会好好疼你 爱你的 果然没过多久 丽娘有了身孕 先后为天赐生下 三儿两语 天赐对丽娘百般疼爱 他们孝敬无事 凭借勤劳的双手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丽娘每隔一段时间 都会带住丈夫天赐 还有他们的儿女 去河边看一看 走一走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男子娶妻 献新娘爱生叹气 有气敲 情夫 武庚可走为好 宋朝年间 丽阳县东门有一位男子 姓刘明春 二十多岁 长得风流倜傥 一表人才 西门有一户土财主 叫做孙盛 只有一个女儿 名叫玉珍 快二十岁了 一直没有出家 孙盛建柳春 一表人才 就由朝其未须之意 主动央媒人去柳家说亲 但柳家因为门户不对 不敢应承 经过媒人 从中努力 柳家也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但因为柳家太穷 拿不出彩礼 所以一直没有到孙家下聘 过了一年 孙盛建女儿不小了 又让没人去柳家催婚 柳家时再拿不出来聘礼 只见没人说 孙家已经放话 只要柳春肯入赘孙家 彩礼可以不要 而且还要回赠前务 还望早日成亲 柳家父母听后 非常高兴 说道 既然如此 就请亲家选个日子 没人回复孙盛 孙盛碎定了八月十五成亲 这还是五月间说的话 但墨城想到了七月 孙盛突然一病不起 没到女儿成亲便死了 外人见孙家有钱 便纷纷请人说美 因为孙盛在时 已经去下柳春 所以家人一概拒绝 而柳家呢 始终觉得自己配不上孙家 加上见孙盛已死 怕婚事有变 一直莫敢下聘 过了几个月 玉珍有个叔叔叫孙成 现侄女年纪大了 没有亲人依靠 便应给她做主 将她嫁给了南门外的李秀才填房 这个李秀才叫李密 四十多岁 家中也是一瓶如洗 平时靠教书度日 婚后三天 李密问玉珍 你爹是个财主 你也非常漂亮 为师磨这磨大了 才结婚 玉珍见李密问起此事 一边点头 一边叹气 只是不说话 李密见玉珍有心里话 更是心里痒痒 哄住玉珍把事情说出来 玉珍叹口气说 这话本不该对你说 但既然相公问了 我也不好撒谎 随后 玉珍便把当日定亲柳春的事情说了 而且还掉下泪来 玉珍还是年轻 这种话怎么能对自己老公说呢 让谁听后都得吃醋 幸好李密还有些休养 娶了这磨个宝贝 也不敢怎么样 说道 以后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如果真有缘分 怎么也成了 如果没有缘分 即使成了 最后也要分开 缘分这种事 是由不得人的 哭也无用 玉珍自知诗言 便强颜欢笑 哄住李密开心 过了几天 李密有些帮朋友过来庆贺 在酒桌上 一位朋友问 听说你老岳父是个财主 估计赔价也不下千金 你这可是一招发迹呀 李密借酒说道 是有些银子 但哪有千金啊 再说 妻子还有些隐忠 不曾出手 哪能说发迹呢 众人笑道 头昏女子 能有什么隐忠 只是愿你们年貌 不相当吧 李密急忙说道 可不是因为这 随后 李密便把玉珍对她说的话 当主朋友的面 都说了出来 大家听后 觉得这种事不好多言 便不再说话 这帮朋友里面有个后生 叫冯兴 二十五六岁 平时竟做一些不住五六的事情 他一边听李密说 一边在心里盘算住 这正是李密的失误之处 玉珍对 她说这些话 已经显得玉珍的心 已经不在李密身上 现在说与众人之道 更是让人看破了 如何不引起别人动勾片的歪念呢 这分明是 李密自己引狼入室呢 过了十多天 正好赶上端午节 冯兴估计李密教书的东家 肯定会安排酒局 趁李密不在 故意到李密家去行骗 他悄悄地走进去 低声问道 有人在吗 玉珍在家 问道 谁呀 冯兴说 我是东门住的柳春 想找李先生说话 玉珍听说是柳春 心里咯噔一下 连忙放下手头的是 跑到门口张望 果然是个好人物 年纪不大 风度翩翩 比李密可要强百倍 说道 请官人来家坐坐 我给你倒杯茶 冯兴听说这话 知道李密所说之事是真 便进了门 一屁股坐下 玉珍以为他真是柳春 便说道 你真是柳春吗 冯兴假笑道 柳春有什么大名头 还需要假冒 玉珍问 你与西门的孙家 是有亲事吗 冯兴撒谎道 爱 别提了 当时孙老在时 尝他好意 把女儿婿佩计我 可没想到 还没到日子 孙老却没了 至今结婚不成 空留一个笑柄 玉珍忙说 我便是孙玉珍 你正是我爹爹得意的女婿 说住便哭了起来 说 冤家呀 我爹爹在的时候 你为师摩不早点来提亲 冯兴说 家里穷啊 一时间拿不出聘礼 要是有钱下聘 这事情早就成了 玉珍说 都怪我的叔叔 非要给我做主 把我嫁给这个老秀才 真是耽误了我的终身大事 冯兴故意试探道 李先生虽然家贫 但后来必定有发达的日子 嫁给他总比嫁给我们这些庄家汉强吧 玉珍早已进了圈套 说道 你这说的哪里话 夫妻就要年貌相当 情义相得 我自从爹爹许了你后 天天在家想你 哪能想到 有这魔多的变数 冯兴见火后 差不多了 假装落泪道 这魔说 是我把你耽误了 但事已至此 说也无用 只会平天悲伤 说完站起身 就要告辞 玉珍见他 他要走 一把拉住他 说 我每天每夜都在想你 今日才与你相见 你就忍心扔下我走了吗 冯兴然后又坐下 把玉珍扯到身边坐下 说道 既然娘子对我这魔有心 我如今有一计 不如约隔日子 带你私奔吧 玉珍确实该死 竟然说道 这倒是个好计策 但是我俩到哪里容身呢 必须找一个稳妥的地方 冯兴说 这是不用你操心 离着百里的地方 有个画家庄 我舅舅住在那里 我们可以去那里安身 玉珍说 是不宜迟 我一分钟也不想待在这里 择日不如壮日 不如今夜五更 你从后门来 以磕作为好 我们一起出城吧 两人商量了一会儿 冯兴又占了玉珍一些便宜 便起身回家了 而玉珍还真以为他是柳春呢 赶紧收拾好金银细软 准备五更私奔 这一夜 冯兴与玉珍都没有合眼 到了三更时分 玉珍听到后门有咳嗽声 一位是柳春来了 赶紧点灯去看 只见一个人倒在门边 此人不是柳春 而是李密 李密这个时候 怎么还能在后门咳嗽呢 原来李密在东家喝酒 没想到却喝醉了 跌倒在后门外 不省人事 如果李密不咳嗽 易决在门口睡到天亮 即使冯兴来了 也不敢大摇大摆地带走玉珍 只因这声咳嗽 玉珍出门看见她 于是把李密扶进屋里睡下了 又过了一更多 玉珍又听到后门有咳嗽声 知道这就是自己等的那人了 连忙拎起包裹 出来开门 果然是逢心 两人又高兴又紧张 背上包就像城门外跑了 李密一直睡到天亮 因为酒喝的太多 就找玉珍要口茶喝 可叫了半天 都不见有人回应 吓得赶紧起来 四下去找 都没有看见玉珍的影子 再到后门查看时 直线后门大开住 地上还有一个油盏 李密猜想玉珍可能是跑了 邻居们听说李秀才的新娘跑了 也都来打听原油 李密说 我昨天在东家喝多了 爹倒在后门口 还是他把我扶进去的 不知道什么时候跑的 其中一位邻居说 李先生你倒在门外曾敲过门吗 李密说 莫敲门啊 那人说既然没有敲门 他如何知道你回来 肯定是与别人有约在先 故此对门口之事特别上心 估计就是那个时候跑的 这时众人都埋怨李密 说你说你这个秀才 娶了新媳妇扔在家里 自己却跑到外面去喝酒 让人冷清清的 哪能不逃跑 李密此时已经慌了 问道 列位高临 你们说我媳妇还能回来吗 一位邻居说 看你真是读书读傻了 他要能回来 干嘛还要跑 李密说 请各位给我做个见证 我趁早去告官吧 这时有人说要去告官的 要不孙家来要人也不好办 也有人说秀才丢了妻子 哪还有脸去告官 也有人说不如写张告示 可以慢慢寻找新娘的下落 李密见众人说的都不一样 便回道我还是写个告示吧 随后便把事情经过写了下来 请人帮助留心妻子的下落 正要去张贴的时候 隔壁一个老婆婆走出来说 你不要着急 拐骗你妻子的人 好像是叫柳春 昨天中午 我听一个叫柳春的人来到你家 与你妻子聊了很长时间 期间还哭哭啼啼的 估计就是那时候合计好的 但是我没有见过那人的脸 多半是被他拐走了 李密一拍大腿 说这就对上了 雨真曾对我说过 他父亲早就把他许配挤了柳春 至今仍对他念念不忘 一定是两人私下缘由往来 投个空私奔了 我先去东门探探消息 回来再做打算 那个婆婆说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否则你妻子回来该埋怨我了 李密打听了半天 找到了柳春的住处 只见里面走出一个厚生 神态自然 果然是一表人才 李密心想 这家伙做了歹尸 肯定要藏头盖脸 怎么还出来招摇 而且还是自在闲尸的样子 看样子不像他呀 不如回去打听明白 再来找他也不迟 李密回来后 正好碰见那个婆婆 说了自己的想法 因为没有看见脸 婆婆也不好说话 对李密说 你现在趁早把此事告诉孙家 省得日后废罪 李密听后觉得有道理 赶紧准备往孙家去 俗话说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 李密还没到孙家 叔叔孙成便知道了此事 正好撞见李密 也不多啰嗦 问道 钱物都带走了吗 李密说 哼 一根草也莫留下 孙成说 这样的话 看来不是一时起义 应该是早已串通好了 如今不如按照婆婆所说 写张状子告官 只管柳春要人就是了 李密说 秀才家的妻子 被人拐走 搞官恐怕要被人笑话 孙成说 这时还要什么脸面 难道看住自己妻子被拐 就置之不理吗 还是搞官吧 李密听后 便写了状子 让孙成作证 把状子递到官府 知显受理案子 立即让人捉拿柳春归案 柳春父母不知道怎么回事 便约了左邻右舍一起去见官 知显问其此事 柳春把之前订婚的事情一一说明 但是拐骗新娘子的事情 自己一点都不清楚 知显怒道 从前既有此事 如今肯定也是你拐骗的 不等柳青身变 就把柳青当成拐子 准备打板子 柳春父母和左邻右舍见状 一起喊冤 知显只是不理 柳春父母磕头哀求道 希望老爷宽限几日 我们去寻人 知显一看这架势 点不好再用墙 就让左邻右舍把柳春保了回去 正待要下堂的时候 一位寻补头目恰好回来 问道 老爷 这是什么案子 知显说 拐骗妇女的 然后止住柳青说 就是这个家伙拐了人 还嘴硬 我且给他几天时间 让他把人交出来 寻补头目问了一下时间 想了一会儿说 未必是此人 那天初六五更时 我从城外寻补回来 将要进城的时候 见一个男子带着一个女人 肩上背着包裹 迎面出城去了 我当时觉得他们有些慌张 心里有些疑心 但看他们也不像坏人 所以没有拦住他们 但那男子与这个柳春的面貌相差太远 知显心想 难道是我错了 便对寻补说 这抓人的事 正好是你们负责 你们就辛苦一下 抓紧捉拿人犯 也免得冤枉了好人 随后 知显便宣布 今日就审到这里 五日之后再审 让柳春仙回家了 寻补回到家中 便有些后悔了 心想都怪自己多罪 这磨几天时间 去哪找人 正在思索的时候 知显又拆人过来叫他 连忙到知显后堂相见 知显说 我有个朋友 金鱼占卜 刚才正好在这里 替我补了衣卦 说走失的妇人 补出百里 再进花的地方 有一个牙医说 离城百里的地方 正好有个花家庄 难道他俩躲在那里了 知显说 那就由老寻补跑一趟 如果抓个正主 这案子也就结了 寻补领命 带上几名牙医 便招花家庄去了 快进庄的时候 有人献了寻补 问道 不知官人要找什么人 寻补说 要捉一个拐子 一个外地来的男子 还带住一个女人 那人说 难道是找花家庄的 外甥逢大郎吗 他初六的时候 带了一个女子回来 差不多年纪 现在正在庄上 到了庄上 人们见寻补 头目亲自来抓人 不知盗犯的是 什么大罪 也不敢包庇 就连忙把冯兴和玉珍 交了出来 寻补带上两人 就返回衙门交差 第二天 知显生堂 带上一干人犯 知显问李密 这个女子是你的妻子吗 李密答道 正是生缘的妻子 既然找到了我的妻子 那拐人的拐子 也抓来了吗 知显说 那是自然 知显让人 把冯兴带上大堂 李密一看 大骂道 原来是你这个畜生 枉我把你当做朋友 你却见骗我的妻子 冯兴自知理亏 也不敢作声 李密说 这冯兴是我的朋友 婚后曾请他到家里喝酒 席间说起妻子的事情 没想到 这各衣官禽兽 竟然来钻我的空子 知显问冯兴 你且说说 你与人家妻子 未曾见过一面 是怎么把他心甘情愿拐走的 如果不说实话 大行伺候 冯兴怕挨打 说道 小人听李密酒后说了此事 便假冒柳春 前去与玉珍相会 而玉珍早就一属柳春 加上曾未谋面 就把小人当成柳春 两人相约晚间从后门私奔 话还没说完 柳春就要上去打他 骂道 你托我的名义 拐别人的妻子 自己跑去快化 反倒让我在这里受罪 随后 知显又问了玉珍 与冯兴所说完全一样 但他此时才明白 自己是被人间骗了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真是太丢人了 知显转而问李密 玉珍与柳春原本就有婚约 难道你是强娶的他吗 李密说 我家穷得叮当响 没钱没事的 如何敢强娶 是他叔叔孙成做主 情愿把他给我填房的 如今不要说是妻子了 玉珍一心想找柳春 如果我留他在家 料也不会与我一心 不如老爷做主 将玉珍还给柳春吧 知显笑道 你虽然这样说 恐怕是心口不一吧 李密说 声援虽是个穷秀才 但还是有些气节的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况且妻子已经失身于人 于理也难 再与我过日子 知显说 说的也是 但人若归柳春 聘礼自然要害你 就让柳春嗨你吧 然后让他把玉珍领回去成亲 李密说 声援取玉珍的时候 并没出过任何聘礼 如今若是要了柳家的银子 倒成了我已七谋利了 日后朋友们知道 肯定会说声援穷 急眼卖气子 反倒成了声援的不是了 只求老爷当堂让柳春 把玉珍领回家 对我还有些脸面 知显说 你有这样的觉悟 非常难的 看来是个有智洁的人 但冯兴奸骗良父 绝不轻饶 随后 知显宣判 冯兴仗则武时 即日发配领男 柳春领回玉珍 配为夫妇 随后 散了堂 以干人等都各回各家 过了几天 李密又去找知显 说道 当初 冯兴拐骗玉珍 所带财务甚多 虽然是潜逃 但并非是赃物 建议把财务追回 归还玉珍 随后 知显拍人去的花家庄 把钱物追回来 还给玉珍 但财务也用得差不多了 知显看重李密人品 吩咐书吏 让官媒提的巡礼门好亲事 又让李密办了基建公事 让他赚了近百两银子 李密一下子就体面了 后来 柳春去拜谢知显 知显说 这件事不用谢我 要谢就谢寻补头目吧 柳春转而去谢寻补头目 寻补说 这件事情 若不是当日我亲眼所见 可真是把你冤枉了 不过你回去之后 要好好谢谢李秀才 世人哪有轻易把妻子送人的 说那冯兴 虽说连累你受了刑罚 但是没有他把玉珍拐出来 你们如何能在一起 这也是罪之魁 弓之手 至于我 就当我给你们做了一场霉吧 当然 这喜酒还是要吃的 柳春高兴 便送了寻补一些银子 寻补欣然收下 这也是礼之当然 受之非过 此后 柳春与玉珍温爱 生了几个儿女 得以善终 这个玉珍 真不知道该怎么说她好 手节不肩 清心人眼 不仅施了身 而且出了仇 虽说是不负前缘 但也不是个纯情淑女 而且还有个价格穷酸 误我终身之说 照这样说来 如果李秀才年少有钱 他肯定就不会想住柳春了 这人咋样 你们自己品吧 最需要夸赞的 还要是李秀才 虽说丢了妻子 有些窝囊 但也是因自己酒后失言而起 他后来不收桃妻 不要聘礼 可见也是个身名大义 有节有气的男子 所以后来才得到 知些的赏识和帮衬 这也是善有善报 可恨的是冯兴 奸骗朋友之妻 可谓是衣冠禽兽 但苍蝇不丁无缝的但 如果玉珍守身如衣 如果李秘不轻易透露此事 怎么会给冯兴可乘之机呢 当然 这里还是要提醒世人 交友虚谨慎 俗话说 话到嘴边留三分 不可全抛一片心 李秀才这次的教学 可是太深刻了 总之 举头三尺有神明 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 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绝不能践踏法律 否则等待自己的 要模式人才两空 要模式法律制裁 此故事为民间故事改编 只想借此惩恶扬善 宣扬正能量 与封建思想无关 切勿对号入座 咱们评论区里 可以激烈地讨论一下 最后不要忘了 长按点赞加 关注支持一下 咱们下个故事再现